防御系统 第三 核学技术进步及全球化 使得核扩散带来了更大的危险 国际恐怖组织等 也把获取核武器或核材料 作为谋求政治利益的手段 致使防止国际核扩散面临的挑战加大 最大的核武器国 美国和俄罗斯 我们知道呢 他们一直在就这个年底要签署的 削减进攻区战略武器 这个条约进行谈判 基本上达成协议 年底的时候会签署 但是呢 这个签署的内容上来讲的 好像还是有一些争议 两位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就说他们继续如果能够签署这个条约的话 会对建立这乌核世界有多大的贡献 会推进一步 会确确实是推进一步 但是要达到目标是很远的 比如说我缺点多少枚 到底能不能落实 包括运载这个工具的数量等等 这可以做到的 因为目前为止呢 就是俄罗斯它已经养不起 这么一支庞大的核力量 这个核力量已经吃掉它很多的国防经费 现在它已经感觉到 它在车臣战争几次和格鲁基亚战争 这次入住格鲁基亚 那么它痛感到自己的常规武器 现在已经不够用了 而且跟美国的现代化特别的新极化 这个程度上 这个步子是越拉越大 这个差距是越拉越大 那么这个经费从哪来 就要消减核武器 原来核武器是发展的大头 每年吃掉它的军费在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左右 那么现在它发展它的这个 常规武器 那唯一一个出路就是消减核武器 而在这个领域 奥巴马正好也迎合了 这俄罗斯的这种需求 那么估计呢 这个消减到1700件 叫2200件 就是原来他们这个很早的商谈 实际在小布置时期 双方都已经谈过这些问题 那么如果消减到1700件 到这个2200件 这个可能性有 甚至达到1650件 1500件到1650件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即使他们消减到这个程度 他们比其他的核国家 还是人家的将近十倍 对有一个数据说 还是将近人家十倍 美国即使完成这个削减核弹头数量的目标 核弹头数量 刚才整片中讲的 仍占世界的90%以上 就是还是个大头 而且消减的核弹头呢 处理核弹头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要把它拆解 把它完全还原销毁 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说俄罗斯这个核弹头 它现在有8800农民核弹头 是属于储备状态和待拆解的状态 但待拆解 它一年拆解不了多少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呢 它可能把它放到储备里头 但储备的核弹头 很快就能转化成实战核弹头 这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美国 作为一个最大的核武器国 它一视同仁的问题 比如说一说到建立无核世界 比如说限制反对核国散 核财军等等 会想到比如印度 还有以色列亚 伊朗朝鲜等等 那你看美国 对这些国家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怎么能让美国做到一视同仁 要让美国在 在这个 但是